奥尼尔帅出了一张自己和文班亚马以及霍姆格伦的体重对比图 可以看到巅峰时期的奥尼尔体重高达385磅 而文班亚马和霍姆格伦加起来为405磅 这等于说一个奥尼尔基本等于这两位蜘蛛人加起来的体重 所以当文班亚马穿越到NBA四大中锋时代 他会面临怎样的窘境 第一 在飞升5秒出台之前 文班亚马会被巴克利和奥尼尔这样的大队位球员 从3秒区直接坐到篮下 而文班亚马即使身高必长 也无法阻止已经进入3秒区的巨无霸 第二 在联防战术还没起用之前 文班亚马想要防守奥尼尔只能独自一人 因为只要队友上前夹击 奥尼尔外线的队友就能获得空位机会 这也就是说在一轮最高可达7场的系列赛中 文班亚马要连续接受奥尼尔的肉弹冲击 这可能会大大增加文班亚马的受伤风险 第三 在触手规则取消之前 奥尼尔可以合理用手或者前小臂接触进攻球员的身体 且完全追踪进攻球员的进攻路径 这会让擅长外线进攻的文班亚马几乎没有用之地 因为他无论到哪里面前都会有一个起行巨大的鲨鱼触手 第四 在内线没有防守三秒的时候 奥尼尔将化身更加恐怕的内线巨兽 他可以一直在禁区蹲守他的猎物 其实上述几条规则曾经都是NBA削弱超级中锋的手段 但即便有这些规则的限制 奥尼尔既然能带领胡人拿到三连冠 这也足以证明奥尼尔非凡的统治力 所以当文班亚马回到那个肌肉丛林的年代 轻则被打到怀疑人生 重则直接原地退役 最后各位认为如果把奥尼尔放在现在的NBA 他依旧能打爆文班亚马吗